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大时代国民政府人物列传 我们继续来讲国民党位高权重的人物康泽 上次我们讲到西安事变之后 康泽被蒋介石任命负责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统一战线的谈判 在康泽的回忆里 国共关于建立统一战线一同抗日 这件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 是在西安事变之后才进行的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几个月 就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接触了 陈立夫当时还因为这件事情去过苏联 只不过在西安事变之前 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 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改变为三个团 三个团真的是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在西安事变之后 这三个团的条件才增加 从六个团谈到九个团 最后是答应编三个师 六个旅十二个团 那么康泽在接受命令之后 就和张冲一起到南京找陈立夫 三个人一起商量 他们三个人商量的主要问题 因为关于军队这边已经做出了决定 三个师所以没有太多的争议 更多的是关于行政权 组织发展这些问题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 康泽陈立夫这都是极有经验 那么首先是边区辖境问题 蒋介石指示过多两线少两线 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也的确是 因为本身陕北就比较穷 那么边区隶属呢 当时三个人商量以后决定 边区不能够按照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 隶属于行政院 不能作为一个直辖 隶属于行政院 必须是由陕西省政府下辖 这么做的好处呢 是一旦在行政上发生纠纷的话 让陕西省政府先出来挡一道 然后再到国民党中央去 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这是个极敏感的问题 陈立夫当时主张能拖就拖 能打马虎眼就打马虎眼 为什么呢 因为陈立夫知道 如果一旦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就有合法的理由 在各地公开活动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作为在党务工作上非常有经验的陈立夫来说 这是万万不能够明确的 允许进行的事情 政治犯问题 陈立夫提出的观点是 原则上承认 台面上承认 但是 国民党这边可以说需要一个调查时间 可以斟酌着慢慢的释放 当时康泽听到陈立夫的这个建议 立刻就觉得陈立夫 比他有经验更多一些 花样也更多一些 毕竟陈立夫和中国共产党 在这方面打交道打交道的时间很长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报纸的问题 陈立夫和康泽两个人都坚决的反对 让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报纸 但后来这件事情呢 是由中央宣传部长邵立子给批准了 那么在汉口出版了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 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也就是说在宣传口的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占据了上风 很快周恩来率领着中共代表团 到达了南京 康泽 张冲他们一道去见了周恩来 朱泽 叶丁英等人 很快因为康泽是负责宣传口的 那么中共代表团里边负责宣传的 也就是博古 秦邦县 博古 专门找康泽来商议 共产党要公开发表抗日宣言这件事情 那么博古当时就把中国共产党 拟定的抗日宣言的草稿 拿来给康泽过目 结果一看草稿 两个人就爆发了争吵 博古跟康泽两个人认识已经很久了 在苏联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同学 那么康泽的意见呢 就是说你这个宣言说的太多 里边有很多和抗日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应该把这些去掉 宣言解明额要 表示共赴国难的诚意为最好 那么秦邦县当时觉得康泽有偏见 两个人最后差点谈崩了 都到了拍桌子的程度 康泽坚持他的意见不改 那么最后博古也没办法 就说我回去按照你的意思修改 我们再来谈 那么很快呢 博古就带着修改以后的稿件 来和康泽见面 那么这次康泽认为必须改的都差不多了 但是在具体的一些词句上 还需要斟酌 当时康泽就指出来 在宣言的第一段中 有一句话叫做 本党以获得国民党的谅解而共赴国难 康泽当时坚持要把获得国民党的谅解 改成获得政府的谅解 因为康泽认为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是主义之争 是信仰之争 他不愿意将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到一个同等对话 平等的地位上 在康泽的坚持下 后来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那么 博古和中国中央不得不同意 将获得国民党的谅解改成了获得政府的谅解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在中国政治斗争 反映到宣传上的这个复杂性 我们一般老百姓觉得 以获得共产党的谅解和以获得政府的谅解 这就是两种不同说法 听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实际上对于两个政党的领袖 和政党的这些高层来说 一个词的不同 就代表着背后含义的不同 最终共产党的抗认宣言 基本上达到了双方面的同意 很快在各大报刊上进行了刊登和发表 在康泽的回忆里边还有一个细节问题 就是本来呢 关于巴洛军的整编 国民政府打算给巴洛军的三个师 都派去副职 也就是副师长 副旅长 副团长 副营长 乃至副牌长 都是由国民政府这边派遣人员去担任 而且还打算让康泽去担任巴洛军政治部的副主任 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来担任 后来因为抗日战争在七月份就全面爆发了 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本来按照康泽和蒋介石商议的 派去巴洛军的副职 全部是从别的别动队里边挑选人员去的 如果这项措施真的是实施了的话 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巴洛军里边会出现多么严重的内部摩擦 因为别动队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 但是时间没有允许 国民党这边能够进行这个布置 这也使得后来巴洛军的抗日作战 避免了内部的撤走 1938年4月 张国焘 在西安叛逃 然后他去了武汉 他到武汉的时候 接待他人就是康泽 康泽还是很尊重张国焘的 经常跟张国焘 谈论一些时局的问题 张国焘当时就跟康泽提出来 国民党应该到敌后去发展游击战争 他当时跟康泽一针见血的指出 说如果我们不去做 别人就会去做 康泽完全同意张国焘的观点 当时他就跟蒋介石提起这件事情 但是呢 陈诚这个时候已经是炙手可热 陈诚坚决的反对游击战 他认为游击战没有用 郑国焘的打不过游击队还有什么用 但是康泽呢 希望能够尽力的推动这些事情 所以他跟张国焘商量 让张国焘把他的意见 能够详细的书面写出来 后来张国焘写出这个意见书以后啊 康泽曾经把这个意见书 与其他的 关于在沦陷区 进行国民抗击自卫工作的纲要 一起给蒋介石看 并且呢 找机会跟蒋介石建议 说希望蒋介石能够找一个时间 约着张国焘谈一次话 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呢 有一点认为 蒋介石不应该见张国焘 怕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感 说他们是朝降纳畔 这个理由是非常牵强的 也许有什么是背地里 或者是台面之下 发生事情我们所不知道 但总之蒋介石 很久都没有提到过张国焘的名字 更不要说去见他 虽然后来张国焘参加了国民党 并且在周家华的支持下 还当上了中央委员 但是实际上张国焘在国民党里边 是被极度边缘化的 说起这个事情呢 康泽总是有一点惋惜 认为没有利用好张国焘 这个原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 抗战期间 康泽所负责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 就是蒋介石要派到八路军去 一批联络参谋 到八路军去的联络参谋 他跟康泽商量的结果呢 是从别动队里边 或者是和别动队 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些人里边 挑选合适的人选 去八路军当联络参谋 最先担任延安联络参谋的人呢 叫乔树仁 这是原来别动队的一个骨干 但是呢 在1938年4月 他回武汉述职的时候 结果在复兴社的大会上 他做了一个在八路军做联络参谋的工作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里呢 这乔树仁把八路军报告的非常好 如何执行命令 如何吃苦耐劳 康泽认为他真是糊涂 认为他不仅没有起到去监视八路军的作用 还替八路军做宣传 颇为不满 就把他撤了职 然后下一个人被派去做八路军联络参谋的人呢 叫陈鸿墨 这个人呢 是黄埔五七 在特训班任大队长 也是复兴社的分子 1940年到1941年期间 他回重庆述职 他都没有替八路军说好话 但是在他返回陕北的时候 擅自替八路军驻于办事处 带了300万的款项到陕北 康泽又一次被气得极为恼火 就把他也免了职 第三个人派去的人叫徐佛关 这个呢 这个人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他的这个监视工作做得比较好 先后三次回重庆述职 专门写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报告 写得很没详细 蒋介石还特意把他这个报告 批交给高层印发参考 1943年冬 他写了一份综合报告 涉及了陕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侠意见 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那么1945年的时候 把他调到侍从史服务 他来侍从史呢 是专门整理和研究有关共产党问题的材料 但是在进入到解放战争期间以后 他的思想态度和政治态度都有所变化 1949年2月去香港创办了 民主评论的半月刊 之间发行人和主编就脱离了国民党系统 抗战期间 康泽除了负责和中国共产党还有八路军 这些事以外 康泽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工作 也是康泽在他整个人生经历中 在他国民党政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负责筹备成立领导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和酝酿 从1937年10月 当康泽被派接替复兴社总书记之后就开始了 从这个想法被提出的时候 陈立夫 康泽都认识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性 所以当时陈立夫提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上 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字样 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三民主义青年团 给化归到负责党务的陈氏二兄弟手里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最终三民主义青年团就叫三民主义青年团 前面并没有中国国民党这个称呼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 团长就是蒋介石亲自兼任的 团长的草案是由康泽草拟的 那么康泽借鉴了很多复兴社的规章 纳入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里面 本来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处长 这个位置是留给康泽的 但后来呢 因为陈立夫陈诚都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里插手 他们强烈反对由康泽来担任组织处处长 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说康泽当时自立太浅 那么蒋介石就问康泽 说你能不能跟胡宗南进行合作 康泽说我能够合作 那蒋介石就任命了胡宗南担任组织处处长 因为胡宗南的自立构 毕竟是黄培一期 但是实际上组织处的各项事务 是由康泽带领 所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他成立之初 主要的政治势力是复兴社 陈立夫的CC系和陈诚的五官系都没有得以能够插进手来 尤其是康泽负责的组织处 下辖六个组 这六个组的组长全部是复兴社分子 那么既然复兴社是三清团的主要政治力量 康泽也就成为三清团 执掌实权的真正领导 康泽这个人 他的组织宣传 这方面能力啊 在国民党真的是属于顶尖的人物 三清团从建立开始 那么因为康泽全权负责 那么三清团的发展是极快的 当然这里边也有复兴社 全面支持三清团发展的原因在里面 到1938年冬 1939年的上半年 基本上全国各省都已经成立了支团筹备处 而且这些支团团支部书记里边 除了广西的程思远 不是复兴社分子以外 其余全部都是复兴社的积极分子 甚至在东北三省也成立了一个支团部 当然这个支团部的工作基本没有展开 新疆的支团成立的很晚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成立 而且康泽非常重视三清团支部 在大学里边的建立 这是他工作中的重点中的重点 他制定的原则是说 专科以上的学校要成立直属分团 隶属于中央团部 在他的这种指导方针下 三清团最后一共成立了50多个 专科以上的直属分团 另外三清团还成立了海外组织 有港澳直属区团 还有越南直属区团 后来还成立了菲律宾直属区团 新加坡马来西亚直属区团 康泽在他从事三清团工作的时候 他最关注的 也是最花心思的 就是在大专院校里边 青年学生如何能够扩大 三清团影响 发展三清团组织这件事情 从康泽对于学生运动的 一些处理的方法和方式来看 康泽更愿意 更愿意的是对学生运动 采取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态度 并且软要多于硬 更多的是加以疏导 尤其是要和校方搞好关系 在校方的协助下 通过发展三清团组织 逐渐的控制住青年学生运动 这是康泽的理念 但他的这个理念和蒋介石 就渐渐的不匹配 这为后来他失去三清团大权 埋下了伏笔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的时候 康泽被派到昆明去 处理在昆明爆发的学生 反恐示威游行 反恐指的是反孔祥锡 这个事件的起因呢 是说孔祥锡在香港利用飞机运钩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 这么做是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但是在蒋介石这边呢 他认为这是不确实的消息 是有人别有用心 蒋介石认为这是国社党 罗隆基他们操纵 所以他命令康泽去昆明 处理这次学潮 他要求康泽到昆明去 告诉龙云 让他不要再包庇 罗隆基这批人 并且告诉 告诉蒋孟林 不要让罗隆基 在联大的继续交书 马上解聘 那么康泽到了云南昆明之后 和龙云和蒋孟林都见了面 蒋孟林当时就劝他 不要派军警直接干涉学潮 不要扩大势态 康泽当时听取了蒋孟林的意见 紧接着 康泽约见了三清团联大分团 团支部主任姚从吴 姚从吴当时告诉他 包括三清团分子本身 三清团团员本身 在联大里边 都已经十分的愤慨 很多人也参加了学生大会 那么康泽马上就意识到 如果想制止学潮 用最合理的办法 最有效的制止这个学潮 首先要统一三清团内部的观点 三清团内部一致了 这才能够进一步去帮助控制 和缓和学生的过激行动 那么接下来 康泽就连续会见了 更应该说的是拜访 他拜访了蒋孟林 梅一齐 陈雪平 这都是联大具体的负责人 充分了解了这次学潮运动 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策划组织的人都是什么人 参加的学生是因为什么原因参加的 在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 康泽又分别约见了三清团内的各领导分子 包括反对这次运动和赞成这次运动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 康泽让这些人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没有什么遮着眼着 不敢说的 那么通过他和这些人的交谈 他逐步将三清团内部的意识 统一到一个共同的观点 就是这次运动 基本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目的 表达了他所想表达的态度 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停止了 然后康泽接受了梅宜齐的邀请 参加了重要教授的查会 当时有30多人参加 那么在这次查会之上 康泽代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 表达了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迅速的平息 避免抗战遭受不利的影响 影响前线的部队作战 那么在他的这种 既能够平和的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同时又表达出来国民政府的期望 那么这些教授也最后表示 希望学校能够恢复正常的秩序 照常上课 那么在康泽的这种努力下 无论是联大的教职工 还是联大里面的三清团 作为骨干的一批学生 都认为学潮可以基本上停息了 那在这两方面的带动之下 很快联大就开始恢复了照常上课 康泽认为他的任务完成了 就回到了重庆 但是他回到重庆以后 向蒋介石进行报告的时候 除了报告如何平息的学潮 同时呢 他认为很合适的 他代表蒋蒙林等联大的教职工 向蒋介石反映 说现在物价上涨 一般教职员的和工费生的生活比较困难 希望当局能够有所考虑 适当调整 以免在明年春开学之后 因生活困难而发生学潮 康泽当时就跟蒋介石说 这项意见值得注意 应该做到必要的提前的布置和安排 但没想到蒋介石当时就对他大发雷霆 责怪康泽 害怕了 胆怯了 没有办法去控制学潮了 说他没有出息 康泽当时思想上很抵触 他认为他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 也没有报告错 为什么会被挨骂呢 从蒋介石的日记中 我们也看到一些端倪 当时蒋介石日记里边 他表示出 他认为这场学潮 实际上是由青年团 三分主义青年团发动 他认为青年团的组织出现了很大问题 干部幼稚昏昧 不能够明辨是非 被反对蒋介石的人利用了 还自己不自知 从此蒋介石引申为 国民党的前途堪忧 所以蒋介石在康泽回来以后 给他做报告的时候 认为康泽根本就没有认识到 问题的真正所在 所以才会大发雷霆 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呢 康泽和蒋介石在思想上 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歧 如果你仔细看康泽这个人 他和蒋介石实际上很像 很多事情认为自己对的 就绝不会更改 很固执 而且呢有个缺点 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后 他不愿意和别人沟通 他认为别人应该理解自己 但往往很多时候 你的观点别人不一定能理解得了 你必须要去跟别人去沟通 去交流 才能够在观点上达成一致 那康泽和蒋介石在这方面很像 他们都是一个把事情 把心思放到自己心里 你可自己去想 也不愿意和别人轻易的交流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发生在康泽和蒋介石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上 因为他们俩都是同样的人 所以他们俩之间一旦产生分歧以后 就开始渐行渐远了 那么康泽很重视三星团的活动和组织 所以呢在1942年夏 他在昆明专门办了一个夏令营 当时这个夏令营参加者达到700多人 以西南联大的学生为最多 云南大学次职 康泽他本人亲自担任夏令营的主任 夏令营的活动非常的丰富 特约演讲 精神讲话 小组讨论 辩论会 座谈会 实弹射击 游泳划船爬山等等 关于演讲人的挑选 康泽也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请了著名的反共理论家叶青 还有在CCC里边 开始小有名气的理论家陶百川 另外呢 他还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大学的教授 除了像蒋梦林 梅奇这两位德高望重的 联大负责人以外 像张希若 钱丹生 冯友兰 这些名家教授也都被邀请来做报告 做演讲 这一届夏令营 对于在西南联大 云南大学 以及昆明其他的中等院校 发展三清团的组织 有着重大的贡献 那么康泽在青年学生中组织夏令营 听着非常的朝气蓬勃 但同时呢 他还担任另外一个职务 叫训导团 这个训导团是在1941年 在重庆 设立 训导团下边 设置训导队 实际上什么是训导队 训导团呢 这个 实际上是将 亲共分子和左派分子 集中起来 进行 政治训导 虽然名为训导团 实际上就是集中营 像当时第三战区的训导总队 隶属于训导团 这个训导总队 实际上是 晚南事变中 被俘虏的新四军的官兵组成的 当时实际负责 这个训导总队的人 叫做张超 黄埔武器 复兴社分子 曾经在别动队 任中队大队 及支队的指导员 是一个坚定的 坚决的 顽固的反共分子 他对训导团的学员 进行了极为残酷的 管理和虐待 后来康泽才知道具体的细节 康泽也承认 他需要负主要的责任 因为他是制定了 训导团主要政治方向 和主要政治目标的那个人 这是康泽的一个典型特点 就是对于可以争取的中间人士 他可以比较宽容 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 但是对于那些 已经 站在左派立场 甚至说已经有了 共产主义信仰的这些人来说 康泽的手段 就是比较强硬的铁血和残酷的 因为康泽和蒋介石是同一种人 当他们认为 在主义和信仰上 已经出现了根本矛盾的时候 他们就会展现出他们性格中极为铁血的那一名 1932年下 蒋介石首令中央团部筹备召集三情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情团实际上名义上的真正的当时的主持人是张志忠 康泽是那个干实事的 台面上坐在中央的是张志忠 而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在江西已经干出了成绩 当时他作为江西支团的代表 出起了这次代表大会 在决定主席团人选的时候 张志忠主张用蒋介石 来代替湖南支团的李树森 康泽没有表示异议 但他的心里边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拍马屁 没有原则的搞法 因为康泽认为 湖南支团的工作成绩是较江西支团为优的 而且李树森是黄埔一期 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 他都比蒋经国为高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康泽这个人啊 为人不够圆滑 而且没有人情世故 张志忠已经是一个赤裸裸的在那 拍蒋氏父子的马屁 可是康泽居然是不以为然 对着必然导致 康泽很快没落的命 那随着会议筹备工作的持续性展开 渐渐的康泽发现情况不对 因为后来在涉及到中央常务干事会的常务干事 副书记 副书记长 以及各处 各使主要负责人人选的时候 康泽发现 他并没有 被征询意见 这个时候康泽才觉察到 张志忠和蒋经国已经在幕后商量 要一步一步的夺取三清团的控制权 很快 蒋经国被任命为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 这个中央干部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兼任 这个时候张志忠捧太子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 1944年9月 蒋介石发起了知识青年的从军运动 他发电报给康泽 康泽当时在成都 他让康泽速回重庆 因为这个运动真正实施的时候 干实事 蒋介石认为还只有康泽可以担当起这个责任 康泽回到重庆以后 专门问张志忠 说这个运动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张志忠当时含糊的告诉康泽 说有一天在黄山 大家在北人长那里闲聊的时候谈起来的 康泽也没有想其他的事情 因为康泽一直也认为 这是一个应该做的 有利于抗战的重要举措 因为战况吃紧 兵源又困难 知识青年从军 对于振奋士气和民心 都有极好的作用 于是康泽就着手进行 他给各地的三青团负责人打了电话 问他们有无把握 能够发动足够的知识青年从军 那么这些三青团负责人都表示没有问题 那么康泽又专门做了一个报告 关于这项运动的目标 发起的步骤 以及征集中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解决办法 给了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初步计划 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 叫做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 叫做全国征委会 蒋介石呢 让康泽去担任主任秘书 康泽也的的确确是尽心尽力的 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这个任务 并且当时他做了详细的经济预算 经济预算 他的预算呢 蒋介石也给予了完全的信任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但是后来康泽发现不对劲了 为什么说呢 他干了具体的事情 也征集了这么多的兵员 那么组成的青年军 在指挥架构里面 虽然张志忠跟康泽曾经征询过意见 让他推荐人选担任青年军的市长 但后来康泽发现 他所举报的那几个人选 都根本没有成为青年军的市长 青年军的市长军长 都是由胡宗南和陈诚保举 这样康泽心里边极度的反感 所以呢 在结束了全国政委会的各项工作以后 康泽就对青年军彻底撒手不管了 康泽这个人的性格挺有意思 他对蒋介石啊忠心耿耿 但很多时候有一种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 他跟蒋介石渐行渐远的时候 康泽心里边就有一种 我本江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赵沟渠这种感觉 他在觉得蒋介石不再信任他 或者他觉得蒋介石跟他的理念不再相同的时候 康泽并没有选择去和蒋介石争 或者说是和 算计了他的张志忠 蒋经国他们争 有可能是说 康泽是在和蒋经国争执的时候失宠 所以才被蒋介石冷落了 其实你仔细看康泽 与其说他是争过以后被冷落 不如说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他是一种相对于 处心积虑的奋起一搏 那么康泽更多的是心灰意冷的 安人退出 1945年2月 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么国民党中央 历来都是由CCC把控的 但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允许三清团派代表参加 当时康泽呢 是希望蒋介石允许三清团 150名代表 最低限度不要少于120名代表 这个人数 但是蒋介石跟他说呢 不能让青年团参加六全大会的人数太多 所以给的他是60名的这个名额 但最终参加的呢 将近百人 这样三清团就成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 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中 其他各个派系统一起来要反CCC 而陈立夫当时专门没有让康泽 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 说康泽不是中央委员 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体制上不太好 这件事情传到了康泽的耳朵里 康泽这个人啊 好面子 好名声 知道这件事以后 非常的反感陈立夫 所以呢 对于成立反CCC联合阵线 非常起劲 但是虽然反CCC的联合阵线 在六全大会上 占据了上风 但最后没有捞到实际的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联合阵线 所以到最后当CCC占下风的时候 联合战线各派势力 要瓜分胜利果实的时候 又开始自己互相之间勾心斗角 所以最终呢 在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中 CCC并没有损失太多的优势 那么陈诚 正学系 贵系 也不怎么吃亏 唯独吃亏的就是三清团 为什么呢 因为三清团台面上的代表是张志忠 但是张志忠呢 并不是认真的在代表三清团讲话 所以三清团最后反而吃亏了 而在这一过程中 康泽又进一步的看清楚 蒋介石打算让他的儿子蒋经国上位 因为为什么 因为康泽以前的一个老相识 邓文仪 我们都知道邓文仪啊 在西安事变之后 就被蒋介石冷遇了 原来是复兴社的大老 因为在西安事变中 过于热心夺权 所以在蒋介石 安全回到南京之后 邓文仪和贺中涵这两个人 就被彻底的打入冷宫 但是在这次大会中 邓文仪因为 倾尽全力 并且极为露骨的热捧蒋经国 再次被蒋介石青睐 这让康泽看清楚了 蒋介石要捧自己儿子上位的 这个想法 那么对于康泽来说 他当然不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 筹备创建经营的三清团 这个力量 政治力量 拱手让出 但这就必然让他和蒋介石之间产生隔阂 也让那些打算力捧蒋经国的人 和他站到了对立面 并且大会之后 三清团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出缺 本来呢 有人提议是让康泽继任 本来这个位置也是给康泽留的 但是张志忠 并没有让康泽 继任这个位置 康泽从这点上看出来 张志忠对他有极深的成见 而这个成见不是张志忠个人和康泽之间的 而是张志忠想捧蒋经国上位 那么必然和康泽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张志忠当时特意把康泽找到他的公馆去 就问康泽 说你能不能和军山经国合作 军山就是贺中涵 说如果你和他们之间不能合作的话 三清团的事情你一个人能做得好吗 康泽当时回答也很坚定 他说我和军山和经国都能合作 这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都为了三清团好的话 这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冲突 但是呢 康泽私下也意识到 毕竟在国民党高层 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他意识到张志忠实际上是利用 捧蒋经国来打击康泽在三清团的势力 并且因为六全大会 康泽站到了反CCC的这个联盟阵线上 并且活动的非常卖力气 蒋经时对于六全大会开的不好 是心怀怨恨的 那么借着这个东风 陈立夫张志忠等人 就把大会开的不好的责任 归咎到了康泽的身上 这个期间呢 康泽因为忙于三清团的事务啊 下令营这些事务 他已经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蒋介石 见面和详谈了 1945年56月份 张志忠这个时候和康泽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相当友好的啊 最少表面感相当友好 两家人经常在一起 参加一些会餐和游艺晚会 康泽心里边呢 也认为张志忠对他不满 或者打他的坏主意 已经是过去式了 但到了七月份的一天的下午 张志忠通知康泽到他家里 然后他直接就问康泽 说你最近去见过团长没有 因为团长就职蒋介石 蒋介石身兼着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康泽说我没有去 那么张志忠就说 说蒋介石已经骂你好几次了啊 团长骂你好几次了 你知道吗 康泽说我不知道 说为什么骂我啊 那张志忠就说 说他骂你 认为你为什么要把持青年团 是不是要造 是不是想造反 这个指控是非常严厉的 当时一下子就把康泽打懵了 他就问张志忠 说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我是奉他的命令 到三青团组织处服务的 既然如此我辞职好了 我们注意这时候康泽的反应啊 他想的第一件事是辞职 那么张志忠顺势就说 那你就写一个简单的辞职书给我 然后军委会另外给你派一个职务 你是想继续做事呢 还是愿意出国考察 那么康泽当时就赌气说 说我愿意解除所有的职务 出国考察 那么张志忠就问他 谁来接替你比较好 因为康泽负责的是组织处 这至关重要 问他谁来替代他比较好 康泽推荐的是蒋经国 那张志忠当时回答也很奇怪 他说 现在让蒋经国来替代你 在团长那里通不过 你看别的什么人来替代 康泽心里想 无论什么人来替代 这都是过渡 最终还是蒋经国的 所以当时康泽说 我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张志忠后来提出的人选是尼文亚 那么康泽说 什么人都可以 因为康泽心里想的是 他赞成与否都已经不起作用了 回到家里边 康泽就写了辞职书 辞职书写的并不长 意思就是说 自己到三星团中央干事会组织处 已经干了七年 没干出什么成绩 所以现在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准许出国考察 写完以后 就派人送到了张志忠的公馆 让他代诚给蒋介石 据康泽后来自己回忆 说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 认为蒋介石依然会知道他 信任他 他做了那么多成绩 他觉得蒋介石不会舒适无睹 无论张志忠耍什么花样 康泽当时都抱着是一种有恃无恐 能买账就买账 不买账 钻拉倒这么一个态度 但实际上康泽心里也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张志忠是捧蒋经国来攻击他 蒋介石的态度会不会不一样 一方面康泽认为蒋介石不会是一个封建自私的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怕蒋介石会是那么一个封建自私的人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见一下蒋介石 把真相说清楚 但这个时候 康泽自身的性格缺点和弱点又占了上风 他认为如果有误会的话 蒋介石不信任他了 决定踢开他了 就算他去见面也没有用了 只是自讨没趣 何必再见 为什么说康泽是国民党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呢 因为从表面上看 他忠心于领袖 忠心于蒋介石 他是复兴社的干将 是别动队的负责人 那么很多说法呢 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一条狗 但实际上康泽他认为他是民国的国民 不是一人一姓的家奴 他所做的这些事 是为了国民政府 是为了国民政府的那个领袖 并不是为了蒋介石这一个人 这里边细想进去是有很大区别的 到了8月份 中央干事会宣布改组 康泽与三军团中央干事会组织处 这个他工作了七年的职务 彻底的分开了 而中央党中央团部要派一批人出国考察 康泽就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 在举国上下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中 康泽率领着出国考察团去英美法等国进行考察 在他出国考察之前 陈立夫的秘书曾经来找过康泽 跟他说过 说现在胜利了 要做的事情很多 可否不要出国 你能不能和立夫先生谋一个谅解 由他向委员长请求留你在国内工作 解铃还要气铃人 我看这样比较好 你觉得如何 那当时康泽呢 拒绝了陈立夫明显伸出来的这个橄榄枝 说我还是出国好一点 而张志忠呢 又找到康泽谈话 跟他说 说呢 张志忠曾经向委员长报告过 说你曾经在国内负过更重要的责任 所以你出国去考察 应该比较优待一点 说当时蒋介石的回话说 让康泽出国就是最宽大最优待的 张志忠说的这番话 是不是蒋介石真正的意思 已经无从讨证 但他传的这个话 必然加深了康泽和蒋介石之间的误解 就这样 康泽带着心里边 对蒋介石的怨恨 对张志忠 陈立夫的怨恨 坐上飞机出国考察去了 这也意味着他从国民党位高权重的大佬位置上 彻底的衰落下来